嗨 奥运会开幕了 所以今天小林来跟大家一起聊聊奥运会 纵观奥运会的历史 就发现有的奥运会是赔个底调 有的奥运会赚得很好 就比如说比较成功的 像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 08年的北京奥运会 然后那种赔得很惨的 像04年的雅典奥运会 16年里约奥运会 再加上最近这个 不知道是20年还是21年的东京奥运会 你说同样都是办奥运会 这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它其实在背后 还有一个更大的幕后推手 那就是奥运会 所以今天小林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奥运会它到底怎么赚钱 它到底赚不赚钱 还有这背后 奥运会和各个主办国之间 明争暗斗的商业逻辑 奥运会成立于1894年 是这个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成立的 创立奥运会的目的 其实很直接 就是为了推动奥林匹克的运动 所以当时就是促进体育发展 提倡人权和平等等这些东西 第一届现代奥运会 就是1896年在雅典召开的 当时只有14个国家参加 241个运动员 一共只有42项赛事 这个规模 其实就跟我们学校办个运动会差不多 所以最开始的商业模式 其实也是非常简单 就是主办国这边负责组织 弄个场地 张罗张罗 奥委会主要负责宣传 就是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个活动 观众来看比赛 买门票 就给整个活动提供收入 办这活动也不是以什么盈利为目的 就是大家一起搞个活动 他们当时还特意建了一个信托 所有门票收入 我们都放在这个信托里 反正之后呢 再办奥运会 就从这个里边扣钱 其实也就是走个形式 里边老实讲也没多少钱 大家纯粹就是精神上的支持 就这样啊 这个极简的模式 一直持续了30多年 直到1936年的时候 那时候出现了电视啊 所以36年的柏林奥运会 也是第一次出现了 奥运会的电视转播 但因为当时那信号也比较弱啊 刚开始只有柏林周围很小范围内 才能看这个电视转播 当时只有5万的观众 然后这技术慢慢进步呢 通过电视转播的人就越来越多 48年伦敦奥运会的时候 观众达到了50万 60年罗马奥运会 第一次出现了全球范围内的电视转播 电视转播这个技术进步 就让奥运会的盘子越来越大 观众也越来越多了 咱们看下面这张图啊 这就是从1960年开始 从电视转播这块 奥委会和主办国一起得到的收入 你看这里边 它把冬季和夏季混一起了 我们就单看夏季吧 因为夏季也比较 大家关注度高一些哈 你看这才七八届奥运会吧 转播费就从原来的120万美金 涨到了84年的3亿美金 这可就不是我们最开始说 学校里办办奥运会 说说门票那么简单了 那主办国和奥委会 肯定都想从这中间分到一些利益 对吧 那具体怎么分呢 哎 一个博弈就来了 这就像我们平时老说一个词哈 叫穷开心 什么意思呢 就是大家穷的时候一起奋斗 一起为了理想都很开心 当你付了 你有利益了 这时候就出现了斗争 分钱肯定是看谁的贡献比较大 谁干的活比较多 对吧 最开始呢 奥委会其实也是比较 理想主义比较清高的 对吧 你看我就是为了推动奥林匹克精神的 而且转播整个都是主办国 在奥委会其实从中间分的也不多 比如说你看从48年到68年的时候 奥委会从这转播费里边 只拿1%到4% 到80年这个数字 也仅仅只有10% 但是慢慢的呢 奥委会的心态啊 就发生了一些变化 一个是确实 你看这个钱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奥委会自己这边也开始进行一些商业化 而且最主要的是 他发现整个奥运会 之所以能拿到这么大的转播费 最主要还是因为奥运会本身 这个大品牌或者大IP 不管奥运会在哪 大家想看的都是奥运会 我拿10%那我也太亏了 奥委会就开始去跟主办国argue 就说我这个比例要上涨 然后30% 40%直到2000年前后的时候 这个比例已经达到了50% 更有甚者 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时候 这个比例涨到已经将近70% 我们讲了这么久的转播费 其实也是因为转播费是奥运会整个体系里边赚钱的最大头 就是第一商业收入来源 在2013年到18年的这个周期里边 如果你看奥运会的收入 转播占到了差不多70% 这时候你看奥运会 已经不是我们最开始说 红阳奥林匹克精神奥运会了 宣传照样的宣传 IP大糟还是大糟 但是钱咱也不能忘了往头里穿 其实不光是奥运会 你想但凡一个大IP大赛事 能吸引那么多人观看 那转播费肯定都是大大的对吧 就比如说世界杯 而且世界杯比奥运会 你就脚趾头想 它也是更有影响力的 你很少听说有人熬夜看奥运会的吧 但熬夜看世界杯呢 那是大有人在 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 世界杯决赛的收视率 大概能达到10亿人 2014年巴西世界杯 整个观看的人数超过了30亿人次 所以你看刚刚我们看 下季奥运会的转播费 大概在25亿到30亿美金 而世界杯 以内还多啊 差不多能有40亿美金 不管主办国他办的怎么样 他是赚是赔 你看这些卖IP的 澳委会啊 国际足联就是FIFA 赚的那都是盆满钵满 好我们接着回来说奥运会 我们刚刚说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 是很多人认为 从商业化运作的角度来讲 办的最成功的一届奥运会 除了刚刚我们说 转播费这块 它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突破 我还埋了一个伏笔 它之所以成功 还因为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进展和突破 那就是赞助 其实就像刚刚我们说 在最开始奥运会比较早期的时候 就80年代之前 奥运会的商业化都做得非常弱 因为那时候的奥运会主席 就觉得要是太商业化了 就有被我们那种奥林匹克 无私无常 无私奉献 推动使国家和平发展的这种精神 基本上拉赞助这个事儿 就是主办国他自己 在小范围内自己国家 小大小那拉了赞助 就这么地儿了 奥运会这边 就是想把奥运会给办下去 72年的时候 奥运会账上的资产 才只有200万美金 你看刚刚我们说 赞助费和奥运会的收入 13到16年的收入能有51美金 你就看看这个数量级 你就知道他从商业化这往后 做了多大的推动 为什么呢 因为80年的时候 有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名字 那就是奥运会主席 萨马兰奇他上任了 他的理念和之前的奥运会主席 就不太一样 他就是觉得奥运会需要商业化 他需要变成一个 自己自足的组织 才能把奥运会做得更大 更高更强 从此奥运会就走上了 商业化的道路 这84年第一次办 就落在美国人手里 美国人肯定非常会搞商业化 所以这一届也是 就是非常成功 也不能说非常成功吧 反正是非常赚钱 其实在萨马兰奇上任之前 就76年的时候 蒙特利尔奥运会就亏得非常惨 当时这个城市举债修建 各种场馆基础设施 给政府造成了30年的负债 直到2006年才把这个债还完 那届奥运会整整亏了10亿美金 一看这蒙特利尔76年这个惨状 很多想办的城市都打了退堂股 洛杉矶呢 它是想成办84年奥运会的 但美国政府这边的态度呢 就非常的不支持 我可不借债 你想办 你就自己想办法解决 所以84年这期奥运会 就变成了一个烫手山鱼 没有人看好 但那时候啊 洛杉矶的奥委会主席 叫尤布罗斯 这个人很厉害 他自己就觉得呢 这节奥运会啊 可以搞 于是他就去找萨马兰奇 决定我要跟他谈谈条件 你看现在就剩我这么一个独苗了 场馆什么 你们也别要求太高 我就翻心翻心 对吧 也可以借着一些学校啊 什么的场地 能办就行 萨马兰奇也没什么办法了 那咱俩就难兄难弟呗 一起商量商量对策 那对于尤布罗斯这边呢 美国政府也不给我钱 就得想办法自己搞钱 你说这人逼急了啊 就会爆发出无限的创造力 尤布罗斯当时就灵机一动 想到了一个新的来钱方式 现在也从综艺里经常听说的啊 叫行业赞助 怎么回事呢 就是说每个行业里边 我只选一个赞助商来赞助 比如说你百事可乐 可口可乐都想来赞助奥运会 那不行 我们就挑一个 那你们俩就得竞标对吧 你们俩就批批批批 往上这价格就抬起来了 有了行业赞助的加持 一下就让这个尤布罗斯的金库 大赚了一笔 在完全没有人看好的情况下 一方面通过谈判压低了成本 另一方面通过行业赞助 拉高了收益 就让84年的奥运会啊 不光没亏钱 反而赚了20亿 完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也造就了史上商业化 最成功的一届奥运会 那奥运会一看 哇赞助这么赚钱 立马就高起来了 一结束就搞了一个叫做TOP 叫The Olympic Partner 这么一个项目 开始全球范围内招赞助商 也都是咱们听说过一些 耳熟能详的大品牌 比如86年的时候 Visa就加入了 然后88年不是汉城奥运会吗 三星就加入了 之后像什么Omega 可口可乐 也都陆续续加入了 在2017年的时候 阿里巴巴也加入了 这个Top的项目 当时签了12年的合约 花了8亿美金 你看我们刚刚说 转播费这边能占到70%左右 赞助费占到20% 剩下那10%呢 基本上就来自于 办奥运会的时候 门票收入啊 然后卖卖什么 那种周边产品啊 这些 这几项收入里边 一般来讲 就转播权是归奥运会管的 赞助呢 这个TOP 它的这些赞助商 也都归奥运会管 奥运会会从它 拿到这些总的收入里边 在中间拨一部分 分给主办国 以示对这个奥运会的支持 然后像小的 比如说奥运村里头 这挂个牌啊 然后电视里边 插一些什么小广告啊 这些就归你 主办国自己去弄了 所以你发现 奥运会是不是非常聪明 这里边但凡占大头的 他都牢牢地 把住主动权 你看啊 萨马兰奇 不光是中国人的朋友 还是钱的朋友 说到这儿啊 奥运会怎么赚钱 这个收入来源 咱们基本是捋清楚了 我们看到的 好像是这些国家 主办国在这办 那它背后 其实起着很重要 主导作用的 就是这个奥运会 那咱来看一看 奥运会 它在办的时候 它的核心逻辑是什么 奥运会有这么两大目标 第一 它不是靠奥运会 这个大IP 在这宣传的 最后实现商业化吗 所以对它来讲啊 第一大目标 就是把这个IP 做大做强 第二大目标 就是从整个赛事当中 获取经济利益 为了实现第一个目标 要把IP搞大 那我肯定这个赛事办的 越大声势越好 场馆建造的 越fancy越好 它就会从这些 主办国里头 去选那些 特别有野心的 特别想把这个赛事办大的 去跟他们合作 那第二个目标呢 就是我们刚刚不是说了 那些收入吗 这里边呢 奥运会占主导作用 然后它会从 像是转播和赞助 这些大头里边 分一部会分出去 那从这里边 到底分多少呢 它肯定是想 自己留个大头的 站在主办国的角度 这个思想是怎么回事的呢 奥运会想把这个活动 办得特别声势好大 对主办国来讲 这就是赤裸裸的成本呀 我所有建造这些偿款 都是需要花钱的 收益这边 奥运会你要想分得多 那主办国自然就分得少了 所以你能看到 奥运会跟主办国之间 有着两层博弈 第一层就是对赛事 举办整个的规模的要求 第二层就是 对收入利益的分配 在这个博弈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就是这个想申办 奥运会的国家 或者城市的数量 想申的人多 奥运会这边 就可以去谈一个 更好的条件 我可以让你把这个赛事 办得更大 同时我可以从利益分配当中 拿到更多 那如果没有人想办奥运会 申办的国家很少呢 那奥运会这边 就要相应的做出一些让步 要求也可以降低一点 对吧 利益呢 也可以多给你分一点 然后来挽回这些 申办国家和城市的热情 你知道这个逻辑之后 你就会发现在 之后的几十年里边 这个奥运会和主办国之间 其实就处于一个动态的 博弈和平衡的过程当中 然后从这里边呢 你甚至还可以看到 世界经济发展的 一些小的缩影 咱来看一下 咱们刚才说 70年代的时候 那奥运会不是 变得非常惨淡吗 你想奥运会 对从申办到最后举办 基本上要提前十年之久 所以奥运会 不光给洛杉矶了 一个非常好的Terms 它之后的88年 汉城奥运会 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 其实都给了一个 还不错的Terms 再加上洛杉矶奥运会之后 赞助费也起来了 赚的钱也更多了 这就让88年92年 这两家奥运会 都办得还比较成功 而且加上90年代之后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也在慢慢走强 比如说像金砖四国 都希望向世界 展示一下自己国家的实力 就造成了 申办奥运会的国家和城市 肉眼可见的变多 申办的国家变多了 这在我们刚刚说的 那个博弈里边 就让奥运会 占据了主导的地位 所以它这边 就一方面对场馆 对规模要求更高了 第二方面 自己的分城 也要的更多了 那对于这些主办国来讲 那就意味着成本的增加 尤其是对于 发展中国家来讲 本身的城市建设 没有那么完善 也没有那么好的场馆 又是转播 什么台之类的 所以很多东西 都要大兴图目 重新建造 这前期的投入 跟半个奥运会的成本相比 那真的就是大物见小物 成本里的最大投入 就是场馆相关的建造 你就说鸟巢建造 花了4亿2000万美金 这就是将近30亿人民币 而且半个奥运会 那么多项目 不光建一个鸟巢就够的 这大大小小加起来 几十亿美金就进去了 不光奥运会 世界杯也一样 一般国家要半个世界杯 建场馆 大概的花费 在几个billion到 十几个billion之间 巴西世界杯 造价是15billion 俄罗斯世界杯是12billion 我就特意想去查一查 你说明年的卡塔尔世界杯 会是多少呢 220billion 我都惊了 我特意去确认一下 确实没多个零 真的就是这个造价 你说它那么多钱 都花去干嘛了 人家说了 因为卡塔尔不是特热吗 人家要建造一个 全空调的体育馆 你看就是下面这张图 确实是非常酷炫 但是这个成本 是不是有点也太高了 除了场馆的建设 还有很大的一块成本 就是奥运村的建设 你可能觉得没啥 但你想在这个城市里边 一下要新加几万人 而且他们不光是 就零零散散地住着 你要建一个奥运村 把他们集中起来 要配合各种各样的配套 这个成本肯定是巨大的 而且还有大大小小的生活配套 这块我们说个题外话 挺有意思的 就是其实奥运村里边 你知道吗 它是要发放安全套的 就比如说 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时候 一开始发放了7万个安全套 结果没想到 一周用完了 然后紧急又补发了2万个 然后在赛事快结束的时候 又告急又用完了 那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时候 这一看得多发一点是吧 就准备了15万个 那人均就达到了14个 但没想到结果 没过5天又用完了 What 当然也有反例 比如说就是08年 北军奥运会的时候 本来发了10万个 人均8.7个 结果直到奥运圣火的熄灭 这10万个也没有完 还剩了5000个 其实我就是想说 整个配套是非常完整的 真的是事无巨细 回过头来 我接着说奥运村的成本 所以你看啊 场馆奥运村 加上城市的交通 转播征兴 等等等等 这些建造成本加起来 就是我们最开始说的 几百亿美金 成本这么高 那那主办国干嘛要打费周章 去搞这么一大套设施呢 奥运会一看这样 那肯定就说了对吧 那场馆咱也不是说建了就建了 咱也可以慢慢演唱会 慢慢体育赛事 让国民更快乐一些 包括这个奥运村也是 你可以弄成商品房给卖了对吧 但实际上真的是这样的 就08年北京奥运会 这商业化作的还真挺不错的 奥运村之后弄成商品房 果断给卖了 现在也是房价飞涨 但其实之后的 里约奥运会 东京奥运会 本来都想把奥运村 给改造成商品房给卖了 结果都没卖出去 而且说这个场馆嘛 鸟巢现在还好 半满体育赛事 半满演唱会啥的 但是像雅典奥运会之后的场馆 和里约奥运会之后的场馆 就在那放着闲置废弃了 闲置也不是说 金融危机之后 世界经济又不景气 现在又来了疫情 这么当头一棒 巨大的投入和未来的不确定性 因为我们刚才说 你要提前升奥 差不多提前十年之久 你说以现在世界发展的这个速度 谁知道十年以后是什么样 所以大家在升奥这块 都非常的谨慎 2022年的冬奥会 本来要升的奥斯陆 斯克格尔摩都撤销申请了 2024年本来波士顿也要申请 布达佩斯 罗马 汉堡 也都撤销申请了 最后就升了巴黎和洛杉矶 这奥委会一看 就剩这么俩城市了 赶紧稳住 就跟说你俩别走了 都安排 就把24年安排给了巴黎 28年安排给了洛杉矶 也是史无前例的 一下摁住了两个 纵观历史长河的动态博弈 奥委会这边现在很明显 处于一个比较劣势的阶段 所以奔城那边也再多给一点 现在转播权这边 准备分给主办国49% 对场馆建造这边 也是降低了要求 基本上就是说 你们只要能办 不翻新就不翻新 你们想把这些运动员 拉到隔壁城市去办 也都是OK的 只要能办 场馆这些问题 都是可以商量的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博弈 和商业化 有了这些利益方面的激励 也让奥运会 能够更快的发展 现在IP也是越来越大 商业价值也越来越高 但是话说回来 这种商业化 不可避免的 就会造成一些贪腐 这个在各种组织都是一样 不管是奥委会 还是刚刚我们说的世界足联 像18年世界足联爆出来的 有几十位高官 长达十几年的贪腐 所以你看商业呢 其实它没有特别明显的 说黑白和对错 而是利益之间的 各种制衡和博弈 我们看到的是 众多运动员 一个非常精彩的赛事 但在它背后 也有着非常精彩的商业逻辑 行 今天就说到这 我去看奥运会了 拜 所以他们当时 还特意建了一个信托 门票收入都放在这个新托里 新托里 从60年开始往后 一直到现在 他这个 最后预祝 冬奥会圆满成功 希望小伙伴们点赞支持这个视频